问到美国是否关切中国舰的航母时 美国军方表示只能说是表示关心 并称美国对应对中国拥有航母充满信心 如果观察中程度是佛航母 anxious I would say that it may cause concern with some of the regional navies and nations. As far as a PLA Navy aircraft carrier introdu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t would not change our operating patterns. We w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as a global navy and we w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s we do now as a force for stability and peace and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對於中國介造航母的計劃,中方的回答則顯然相當謹慎。 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第一呢,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目前沒有航母, 這是明確無誤的。 第二的話呢,核實發展航母,這大家關心的。 核實發展航母,我們可以根據的話呢, 綜合方方面面的情況,慎重決策。 第三的話呢,我也非常願意聽聽呢, 各國海軍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也很願意聽聽的媒體, 特別願意聽聽的國人對這個問題的話呢,有些什麼見解。 截至目前,世界上有9個國家擁有現役航母23艘, 美國現有13艘航母,包括9萬噸金以上的尼米茨級核動力航母10艘, 其他三艘為常規動力航母。 法國現有兩艘,分別為戴高樂號核動力航母和克萊蒙縮常規動力航母。 目前只有美國和法國擁有核動力航母。 俄羅斯現只剩一艘6.5萬噸級重型航母。 庫茨涅佐夫海軍元帥號,隶屬俄羅斯海軍北方艦隊。 英國現有三艘長盛級常規動力航母。 意大利共有三艘輕型航母。 印度現有三艘常規動力航母。 其第一艘國產中型航母在2009年2月28號正式開工建造, 預計兩年之內完工。 巴西現有兩艘常規動力航母。 一艘購於英國,而另外一艘購於法國。 泰國現有一艘航母。 於1997年8月從西班牙購近的輕型航母, 被稱為東南亞第一艘載立航母。 泰國也因此成為亞洲第二個運用航母的國家。 西班牙一艘亞斯圖里亞斯王子號常規動力航母。 日本兩艘轉航母都為大域級兩棲登陸指揮艦, 還準備載艦四艘轉航母。 韓國一艘輕型轉航母。 而目前只有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 能夠自主建造航母。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近日說, 中國正在重點發展海軍和空軍力量, 並且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是針對美國, 針對美國的海軍和位於亞太地區的美軍基地。 中國的軍事專家則認為, 美軍軍方的高官明確將中國軍力, 說成是建制美軍馬倫還是頭一個。 在國際戰略格局正在動盪的背景下, 中國要警惕美軍和其他的一些國家不約而同的, 或者是有預謀地形成了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的背後, 所隱藏的戰略動機。 接著為您播出紅牛鳳凰全球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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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